各位好 欢迎收看独立特派员 2007年即将走进尾声 而今年正好是解研20年 相信您也看到了不少相关的文章或电视报道 其中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 应该是1989年 为了捍卫言论自由 采取自求的手段抗议 最后走上自焚的郑南荣 不过您可能不知道 比郑南荣更早 在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 就已经有人用自求的方式 来抗议自己的政治信仰 遭到迫害 以及被扣上莫须有的匪谍罪名 他的名字叫施如真 住在新竹 他曾经两度自求长达20年 直到1970年生病过世 施如真躲在一间只有150公分长 53公分宽 连站都无法站直的空间里 度过了7000多个暗无天日的岁月 他甚至随身带着毒药跟小刀 准备一旦被搜到 就自杀抗议 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施如真 让他宁愿自求到死 也不愿意向独裁政权妥协呢 记者李琼岳 周明文 带您深入这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台湾高级网院检察官的令令 会同理想来执行 居提郑南荣先生请开门 郑南荣仍然不开门 不久就听到爆炸 火势相当的猛烈 不久消防人员赶到 开始灌水救火 1989年 自由时代杂志创办人郑南荣 因为刊登台湾共和国新宪法草案 被国民党以涉嫌叛乱罪 准备进行居提 为了捍卫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郑南荣采取自囚与自焚的方式反抗 震惊整个台湾社会 除了郑南荣之外 还有谁呢 但是台湾不知道 在台湾他在一起 1960年代时就有这种反抗方式 实际上应该是台湾第一位 关系大家自囚 而施如真 是台湾第一位用自囚方式 抗议威权统治的白色恐怖受难者 具有左倾思想的施如真 因为信奉马列主义 就这样被扣上匪谍的帽子 为坚持不入国民党牢房 施如真采取二十年自求方式 对抗军情特的大逮捕行动 二十年 七千多个黑夜 这段人权迫害史 到今天为止 还没人还给施迦的人一个公道 广告 施儒貞一生只走了54年 二十幾歲因為參加凡日活動 在新竹事件中被判了七年 關六年 1949年在因為匪諜案開始逃亡 兩度用自求方式來躲避逮捕行動 第一次是在唐伯家的稻草房 時間兩年 這裡是1952年到1970年 施儒貞第二次自求的地點 長達18年 施儒貞最後因為黃膽問題惡化 無法出外就醫病死家中 如今這裡已經變成一片荒煙蔓草 帶著我們來到這裡的施儒昌 是他的二弟 從十七八歲開始 就幫助大哥施儒貞逃亡 匪諜案非同小可 可以是殺頭罪 施儒昌冒著可能被抄家滅族的危險 為大哥施儒貞打造這兩個囚事 這種手足之情成為白色恐怖史上的一段佳話 這邊有住一道牆 這邊有住一道牆 這本來就是這道牆給我們 給我們 給我多 要講話的時候 我們就從這邊 對這邊這一道牆說的 這個牆是在這裡 只要一道牆 那你出牆要這樣 會不會覺得你很奇怪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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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們那時候 很小心 小心翼翼 這是十二歲的施儒貞 這張照片是他十七歲的樣子 這是他的難友 鄭萬成保留下來的唯一一張照片 我就一直懷疑他 因為那時候感情很好 懷疑我到地上去 自己的家裡讓他照著牆 都沒有蓋絲 胸皮都沒有起來 那時候我到地上去 只要我現在看我又到地上 現在還放在地上 現在還放在地上 現在還沒得到 現在就在這張 現在整個牆壞了 鄭萬成 五零年代 中國石油研究所案的受難者 跟施儒貞有革命感情 當年加入共產組織 理由很簡單 只是為了讓台灣可以變得更好 如今他已經九十二歲了 最久以前的夢見 我們可以讓那些 都沒有在家裡 在家裡 現在還沒得到 現在還沒得到 如今談起事如真 鄭萬成好幾次 久久無法言喻 好青年喔 生日很怕生日 不然我肚子 時代就是比這個樣子 因為我也不知道 一定比這個好 是什麼樣的信念 又是什麼樣的力量 讓施無真 寧願自求致死 都不像獨裁者 用一點點的妥協 在西方 有文明全球的安妮日記 描述猶太人為了逃避納粹大屠殺 全家自求多年的故事 在台灣 施無真的自求記 更是充滿戲劇張力 為了還原這段歷史 我們決定在原址 重建施無真的求是 高度的瓶 要兩條瓶 有些壩中 跟一個房子 在這裡的 五十嗎 關五十 關五十 我們只有十 十多 才有九十多 九十多 這裡是四十六 看五十 譬如說是這樣 現在放在這裡 斑就要看這裡 看什麼 這裡是 這就放在這裡 這裡就放在這裡 它那個斑 不能夠套牙 套牙人不夠進村 不夠套 算是斑就到這裡 到這裡 算是斑也斑在這裡 高這麼大 到這裡來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是 算是這裡就是空 管頭到這裡 所以它沒辦法站住 沒辦法站住 稍微斷 斷 跟特務 情治人員鬥志 施無昌採取 最危險的地方 也是最安全的地方策略 在自家採訪 築起一道假牆 為了讓這道假牆 衛裝道完美無缺 施無昌找來 豬舍的舊磚塊 舊的舊磚塊 舊的舊磚塊 舊的舊磚塊給你看 在外面的舊磚塊 在外面的舊磚塊 比較不安全 我家人在外面的舊磚塊 在舊磚塊 不安全 所以你再想到 沒有來設計這樣 因為我有發現 到那個 那個讓這個 地安機關來 搜尋的時候 它沒有扭 這個沖的厚度 沒有扭 所以我才想 用這個版本 要不要騙你 施無珍的思想轉變 二二八事件 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 之前 他曾經以 三民主義青年團成員的身份 協助國民政府 接收日產 迎接國民兵來臺 現在三民主義 有這麼有招牌的生活在裡面 後來 這二百四天之後 他覺得說 哇 那是 用什麼方式 把國民黨演到的道 他認為說 那東西 這個共產黨的生活 困是 演到國民黨的方式 施無珍開始逃亡之後 施無珍的父親 跟施如昌成為特務情治人員 動不動就帶走的替代人治 談問行求更不在話下 叫我們老婆說 就去行政局 就要問的事情 那時候如果他抓去而已 就把他抓去 抓去把他抓三米三米 用刑 刑 要鞭打 由於情治機關要求師父 必須在一個月內交出師儒針 造成他的精神平臨崩潰邊緣 三天後 從火車上不慎失足 傷重不治 當時就躲在唐伯家的師儒針 無法回家奔喪 父親的意外 加上大哥是國民黨要棄拿的藥販 讓財二十多歲的師儒昌 曾經因為無法承受壓力跟加急負擔 兩度享用自殺尋求解脫 你說你說你們一家教還是一家過的人也很快樂 這樣人家痛苦 然後想去祝賺 那在外面 想想的 我出在外面 靠靠的小聲就說 欸 不可以 因為我有一個老父母親 我有一個老父 因為我若死 我老父比死更辛苦 騎乘我若子山 那時候我家廟以前就哭我了 他們住在家裡 趁我對你 孫子還睡著 孫子還照著 因為我心裡說 若死了 我的家廟 他去死 或是落油疼 去往胎刮 還會比較難看 那我就說 不能死 不能死 還說 不能死 還說 喝奶 還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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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弟弟在這種精神狀態下 經過18年 實在是非常令人敬佩 他某種程度也是 像在監獄裡面的政治犯一樣 被監禁 這個木板就是 以前我們家廟 倉地吃的時候 在那裡睡著 這個睡覺用的木板 剩這塊而已 剩的都爛掉了 剛才要跳這樣 所以這條的雞腳 這樣 用這樣把它貼起來 你一把雞腳 這樣割起來 你聽不懂啊 他用來抓一隻 那種等的 那些草落幾乎 那些草落幾乎 那的草落幾乎 那那個草落幾乎 那的草落幾乎 那草落幾乎 他因為他知道 我這是鄉村 鑽腳的地方 他就要去拗拗拗拗拗 不只如此 施如昌傍晚或假日出來活動的時候 施如昌會幫忙監看四周 為了防止被抓 施如昌早已經有必死的準備 他已經在逃亡時 辛苦在毒藥 毒藥後跑去 後來那時候來吃的時候 叫我去買一支刀 準備要滋散 剛才搜查到 已經破了就要滋散 你有沒有把他放棄 別放棄了 沒有 我沒有把他放棄了 他就有 因為我們沒有把他放棄了 他絕對要煮什麼 現在要上飯 平常上飯的時候 這個就像生魚 放棄的蜜桃 這個再慢慢切一瓶就好 切一瓶就好 這樣 這個碗 這樣香一點就好 這間球室一百五十公分長 五十三公分寬 進入裡面之後 只能用坐的或半躺 對一百七十六公分高的施如珍來說 他必須拱著腳睡覺 唯一空間 放著尿筒 漢吉美看守所獨居牢房比起來 施如珍求是 不止又小又黑暗 要由右下方的洞口進出 空氣也不流通 在裡面生活十八年的施如珍 只能靠著屋簷 以及磚塊與磚塊之間的縫隙 所滲透進來的一點點空氣呼吸 白天空母 發現暗境 有差不多兩種方式 師傅店給我發現說 有第三種 那種第三種 實在是比各邊都抓牢 比較難過 你各邊都抓牢的時候 你有知道 但是死了 不然沒死就幾年 戳到可以自由 雖然沒有一點完全自由 既就能脫離 但是師傅店不是 但是他自己關起來 關起來幾年他不知道 這就關起來 他隱瞞這個政權盜 這政權盜不盜 這就他自己先盜